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技术上的一些新的进展 以及一些这个Apaq Ozone的实践 那我们认为呢 一个当代的企业及的这个大数据存储呢 它可能需要去满足以下几个基本的这个设计要求 那第一点呢就是性能 也就是说这套系统呢 是否能够这个提供高并发的这个读取和写入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兼容性 也就是这套系统呢 是否能够提供这个兼容主流的这个Api 例如这个文件系统的这种HDFS的Api 或者是这个对象存储的S3的Api等等 那第三点呢就是它的扩展性 那这套存储系统呢 是否可以扩展到这个数百个PB的容量 数千个这个物理的节点 以及能够存储这个数十亿个对象 那从安全的层面上呢 这套系统呢 是否要具备这个传输层面上的这种数据加密的能力 例如对这个TLS的这种技术的支持 以及主流的这个安全认证的协议 例如这个SASL等等 那最后呢 是这个应用对接层面上 是否能够兼容多种架构 那这个在现今的这个数据的架构当中呢 是否能够就是友好 友好的去支持这个存算分离的这个架构设计 那从这几个考量的指标出发呢 那我们会认为呢 HDFS作为这个当代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分布式的存储 它主要面临的问题 是在这个扩展性的这个指标上会受到一些挑战 那当HDFS的这个原数据达到了这个一定上限的时候 通常我们默认这个上限呢 是三亿个block 那虽然我们可以增加这个block的默认的这个大小 来扩展我们这个整个HDFS集群的这个存储的容量 但是再怎么扩展 其实也很难达到这个数百个PB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那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HDFS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十多年前了 那在当时的这个硬件环境下 其实很难去想象十年后 这个技术要扩容到几千个物理节点 同时要能够处理这个几百个PB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规模 那在当时来看可能未来十年 也就是在这个一千个节点到两千个节点左右 几个PB或者是十几个PB的数据 就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 那在这样一个规模预测的这种情况下呢 那对系统的这个设计要求呢 就不需要去考虑能够达到这个数十一个对象的这样的能力 那一个亿呢 其实都已经绰绰有余了 甚至说是在当时来想象 可能已经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数量系 那也是因为呢 有这样的预设啊 所以这个导致了HDFS 它在当下呢 作为一个大数据的这个存储 在存储的这个扩展能力 以及这个它可以承载的这个存储的上限啊 实际上是受到了一些挑战 那尤其是在这个云原生的这种环境下啊 本身这个计算就可以扩展到一个非常大的规模 那这些计算呢 在对数据的这个需求 也从原来的这个几个PB 上升到了几百个PB这样的需求 那HDFS的社区呢 并不是没有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实际上呢 在过去的这几年时间里呢 在这个Hadoop的这个项目的演技过程当中 也在尝试着啊 基于这个原有的架构啊 不对这个设计方案 做大改动的这种前提下 通过一些这种额外的方式来变相的增加 这个HDFS所能够管理的这个原数据啊 以及它的这个存储的容量的上限 那在当时呢 可供大家的选择的这个两种扩展方案啊 一个是这个NameNodeFederation啊 它可以有多套不同的这个NameNode 来负责不同的这个NameSpace 那这些不同的NameSpace呢 会共用一个blockpool啊 然后以及共用一套这个DataNode的这个方式 来扩展原有的这个NameSpace层面上的这个上限 那还有一种呢 是这个RouterBasedFederation啊 那这个方案呢 实际上是通过这个Router的配置 把多个相互独立的这个HDFS的集群呢 做成联邦 然后再变相的实现 这个整体的这个数据的啊 容量的这个扩展 那不管是我们这里提到的这个NNF 或者是这个RBF 那大家其实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 这些方案只是在原有方案上的一个增补啊 那这种增补呢 虽然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呢 其实它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说呢 如果你要通过这个NNF的这个VUFS去访问的话 你需要在这个VUFS上去配置具体指定的是哪一个NameSpace 那如果你要去用这个RBF的这个方式的话呢 那状态库啊 以及这个Router相关的这些服务啊 又会成为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个关键性服务 那所以从总体上看啊 这两种方案呢 其实都没有完美的去解决原有的问题啊 同时还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障碍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啊 因为随着这个企业所拥有的这个数据越来越多 那很多企业呢 其实都已经在考虑啊 是否需要一个新的这个大数据的存储 但是其实当他们开始选择的时候呢 其实也会发现啊 可供选择的啊 其实也不多 那原因呢 可能有这么几种 那首先呢 呃 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说 HDFS的这个扩展性啊 达到了上限 所以呃 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 这个企业下一代的这个存储的规划 呃 但是很多企业呢 这个时候呢 呃 又觉得他不想去选择用一个私有化的这种数据的存储系统啊 比如说很昂贵的这种一体机式的这个数据存储系统啊 呃 那这个这种一般私有的这种数据存储系统呢 他在这个呃 API协议上的对接啊 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开放啊 呃 那在这个呃 扫了一遍这个市场上现有的这些可用的啊 开源的这种对象存储的方案之后呢 其实又发现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做的特别好的啊 尤其是在这个横向的扩展上啊 这些呃 这些对象存储的方案可能还不及这个HDFS 那还有一些企业呢 他想是把这个公有云上的啊 那套对象存储的那个那个方案搬下来 那因为公有云的这个对象存储的方案呢 其实做的是非常稳定的啊 规模也非常的大 但是很可惜这个公有云所提供的这个对象存储的方案呢 呃 是不会啊 也可能没有办法啊 把它在这个线下拿出来单独的去给某一个企业啊 去做这个私有化的部署 当然有这种有这种例外的存在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普遍去推广的一个事情 那所以这些企业呢 呃 他遇到了这个选行的障碍之后啊 发现这个呃 没有一个合适的系统可以成为他们这个下一代的选择啊 就又把这个目光呢 又投回到了这个Hadoop的这个社区当中 那于是几年前呢 呃 Hadoop的社区呢 就在这个HDFS的这个项目下呢 就重新另起炉灶 那做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对象存储的方案 那完全抛弃了这个原有的HDFS的架构 那重新做了一套专门面向对象存储啊 私有云环境部署的一种大数据的存储解决方案啊 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APA7的OZONE 那呃 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定位啊 OZONE呢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对象存储 那它的能力呢 可以扩展至数十亿个对象啊 那从而通过这样的一个扩展能力啊 它对这个云原生类的这个应用 它的支持呢 也会更友好 那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强一致性的这个存储系统 这一点跟HDFS是完全一致 那在这个API的层面上呢 它与这个HDFS和S3这个API啊 也是相互兼容的啊 最后呢 它是一个这个存算分离的这个设计架构啊 同时它也兼容了这个存算偶合的设计理念啊 因此可以这个借助这个存算分离的设计 把这个OZONE啊 部署在这个存储密集型的这个设备上啊 进而极大的这个减少原有这个非存算分离设备啊 所所带来的这种设计方案层面上带来的这个设备的开支 那在这个OZONE的一些核心概念上呢 它分为了几个不同的这个层面啊 第一个是OZONE它本身设计数据是怎么样存储下来的 那再怎么去描述这些数据 那在这个存储路径的这个概念上呢 那OZONE采用的是这个标准的这个对象存储的这个路径的设计 啊分别分为了这个Volume啊 Buckets然后还有Key 那Volume呢就类似于是用户的账号啊 那在OZONE中呢 那只有这个Admin啊可以创建或者是这个删除这个Volume 那每一个Volume下面呢啊又可以挂载一个啊或者是多个Bucket 那OZONE的这个Bucket实际上跟S3的这个Bucket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啊 那最后呢就是每一个Bucket当中呢可以包含任意多个Key啊 那这个Key呢实际上就是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文件了啊 那这里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这个Bucket当中呢 它是不可以包含其他的Bucket 那OZONE的存储路径呢 它在物理上呢是一个扁平化的这个设计啊 所以并没有这个什么文件系统的这种文件夹 然后再到子文件夹 然后再到文件啊 这样的一个层级关系 当然你可以变相的去通过这个Bucket 然后还有Key的这个组合啊 然后来描述一个类似文件系统这样的一个层级关系啊 但是在物理上呢 它们是这个没有层级关系的 那OZONE的服务呢 它主要有三个啊 这张图呢可能看上去呢 会比这个HTFS的这个架构要复杂一些啊 但是实际上呢 大家可能可以回忆一下 就是一个生产级的这个HTFS的系统 其实它包含了更多的服务 那架构呢 其实也更复杂啊 比如啊 生产级的这个HTFS 它通常会包含这个Name Node Data Node 然后还有Journal Node 然后以及这个ZKFC和这个ZooKeeper的服务等等 那所以一套真正用于生产的这个HTFS的系统部署起来的话呢 它的依赖的服务呢 是比OZONE要多的 那同时呢 你如果去对比HTFS这样一个架构 和这个OZONE现在的这个架构的话 你可以发现这个OZONE的这个服务呢 是完全独立的啊 并没有这个第三方的服务的依赖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ZooKeeper是不见了 那所以这些服务呢 都是在OZONE内自成一套体系的啊 那主要的服务呢 就是有这个OZONE Manager 然后OZONE的Storage Container Manager 然后以及这个负责数据存储的 这个OZONE的Data Node 那除了这三个核心服务之外呢 那还有一个旁路的这种监控服务啊 叫做这个Recon啊 那这里呢 主要是用来做这个被动的监控啊 以及做一些外围的这个API的服务 那OZONE的每一个这个基础服务呢 它都是有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责任的啊 那OZONE Manager呢 它的这个这个负责的是OZONE当中 去存放这个Namespace啊 它使用了这个RocksDB 然后来存放这个所有的这些原数据啊 那Storage Container Manager 那我们其实是简称它为这个SCM 那它其实它负责的是管理这个OZONE的集群啊 以及所有的这个OZONE的数据啊 那Data Node的服务呢 它其实是负责这个真正的存储和读取啊 这些Storage Container啊 那Recon Server呢 就是它负责的是监控整个这个OZONE的集群 那Storage Container呢 它其实就是OZONE的这个数据的存放的实际的这个位置了 那这五个服务呢 实际上就构成了这个OZONE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服务 除此之外呢 就没有其他的这个服务依赖了 所以呢 OZONE是一个可以独立部署啊 不需要任何第三方服务的这种啊 依赖的这种设计啊 可以作为一个专用的这个对象存储啊 部署来使用 那在这个呃API的层面上呢 那其实OZONE呢 它所提供的API 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兼容的这个适配啊 那首先OZONE提供的这个有两种带有这个OZONE特色的这个API啊 也就是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打在屏幕上的这个OFS和这个O3FS 那这两个API它的本质呢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的啊 只不过其中的一个呢 只能够去操作某一个这个固定的Volume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可以在这个整个的OZONE集群当中操作任意的这个Volume 那呃 同时大家可以可以看到啊 这两个API呢 它实际上跟这个HTFS的命令呢 也是完全兼容的 那用户实际啊 只需要把这个实际的这个地址 从这个HTFS的这个地址换成这个O3FS就可以了啊 那同时它也是支持这个呃 标准的这个S3的这个API 那AWS的这个用户呢 可以用这个AWS的这个S3的客户端啊 以标准化的这个方式去操作这个OZONE 那只要你的这个endpoint指向到这个OZONE的服务就可以 那同时OZONE呢 它还有一个这个自带的这个CLA的这个命令行啊 那这个CLA的这个调用方法呢 实际上跟这个O3FS和OFS在功能上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异的啊 只不过是这个方法的实现上呢 有一些差异 呃那接下来呢 我再介绍一下这个OZONE的一些适用的场景啊 那OZONE的适用的这个场景 它可以分为啊两类 那第一类呢 就是当你的这个HTFS集群 在遇到这个扩展性的问题啊 可以考虑通过OZONE来解决啊 它所带来的这个业务价值呢 是当你切换到OZONE之后啊 它一样是可以用于承载这个实时的这个这个批处理的业务啊 并没有损失任何的这个业务的能力 那当切换了之后呢 呃集群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扩展性啊 也得到了这个极大的提升 同时还不需要去改变 或者是改造你原有的这些业务的应用代码啊 那这样也可以降低这个控制平面上的这个节点数和相关的这些服务依赖 那从运维的角度来说呢 呃这样的切换的价值呢 是降低了这个大规模集群的这个运维的难度啊 同时在做这个数据备份的时候 它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原生的HDFS API和这CP的这个命令啊 在这个HDFS和OZONE之间进行快速的这个数据迁移 那对这个运维有另外的一个极大的这个价值点呢 是OZONE它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系统的恢复时间啊 如果有做过这个大规模的这个HDFS运维的这个同学呢 可能会感受比较深刻 那当一个这个大规模的这个HDFS系统它出现问题 那比如说这个NN荡掉了 两个NN都荡了啊 那重启这个NN的这个恢复的时间呢 主要是依靠这个NN节点的这个CPU的能力 那这个恢复时间呢 有可能是几个小时 那大的集群呢 甚至有可能是24个小时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和很难接受的一个事啊 那如果你是用OZONE来做这个底层的这个存储系统的话呢 那故障恢复的这个时间呢 是非常短的 那呃第二类场景呢 就是这个当企业呢 不想再用这个使用两套或者是多套API去访问这个数据的情况下 而是想在任意的环境下都使用这个一套API来实现这个云上和云下的这个统一 那也可以考虑在线下采用OZONE这样一套这个存储系统 那呃业务价值呢 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那很多针对这个公共云所开发的一些软件呢 它本身可能都没有其他的这个存储系统这个API的支持 那所以想要把这类软件啊 用在线下的话 那就必须要提供一个这个S3 API兼容的这样的一个存储服务 那如果说你原有的这个存储系统呢 不支持这个接口协议的话 可能这个应用啊都没有办法用 那虽然说呢呃HTFS也支持这个S3的这个API 但是呃使用这个HTFS的这个方式和对象存储的这个这个使用方式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 那标准化这个API之后呢啊 也可以减少这个数据呢 在多个存储系统之间啊 这种迁移所带来了这个运维的负担 那整体的这个运维团队的这个人员数量呢 也可以降到一个比较低的这个数量级啊 而不是需要一个有很多的这个 呃很多人的这个团队 或者是呃很多个子团队 然后每一个子团队去负责其中的一个存储系统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由这个呃陈怡来给大家介绍 这个API 7欧中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啊 以及这个API 7欧中的一些实践分享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陈怡来自Kadar的存储团队 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进一步分享 API 7欧中的最新进展以及实践分享 呃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我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一是文件系统的优化 呃第二是实现了欧用balance的功能 呃对于 旧商榜的支持也正在进行中 同时我们也实现了在数据节点上 单个数据盘 使用单个rocksdb来保存所有肯定的原数据 这样一个功能 呃首先介绍文件系统的优化 那欧弄它不仅是一个对象的存储 也是一个文件系统 欧弄中每个bucket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子文件系统的一个根界点 呃在这个示例中间 这个bucket下面有三个目录 然后每个目录 第三个目录下面 有一百万个文件 欧弄使用rocksdb来存储原数据 那每个目录和每个呃文件在rocksdb中都有一条自己对应的一个记录 并且有目录或者文件的呃全录件名作为这个key 那这样的存储方式呃也能体现文件系统的一个层次结构 只是对于一些目录操作呃 特别是目录的重命名以及目录的三重会比较耗时 因为这两个操作它不仅需要嗯 操作目录呃自己的记录本身同时还要需要去修改或者删除 目录下面所有文件的一个记录呃由于这个目录的删除以及目录重命名在大数据场景是用的比较平凡的 所以为了提升这个目录操作的一个性能 而我们在bucket的级别引用了一个新的属性 叫做OM Metadata Layout版本号 这个layout目前有三种可选的值 一个是File System Optimized简称FSO 而这种类型的bucket是偏文件系统 这是纯粹的文件系统 也采用了新的呃存储key格式 第二个是Object Star简称OBS 这种类型的bucket就是骗对象 这是纯粹的S3对象的语义 那第三种是legacy legacy是为了支持向后兼容 所有使用以前版本的欧人的集群已经存在了的 对于所有已经存在了的统 那升级后都会变成是legacy的类型 也为了更好的支持向后兼容 这页就更加清楚的对比了 这个原来的一个格式和FSO这样一个新格式 那原来的存储格式是以文件的全录基名 作为文件的这个原数据的一个key 那新的FSO格式我们引用了两个新的表 一个是DAR Table 一个是File Table 在DAR Table里头我们存目录 然后File Table是存这个文件 那这个每个记录项的key的格式 也采用了新的这种复节点的ID 加上DR的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复节点的ID加上目录名 来作为这个key 那在这FSO这种新的格式下 当我们尝试去rename一个目录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找到这条目录 在目录表里头对应的记录 然后修改这条记录即可 不再需要访问到File Table 当我们尝试删除一个目录的时候 那我们只需要在DR Table里头 删除这个目录对应的这条记录 那目录下面所有的文件 在File Table里头会变成孤儿文件 由这个欧录的后台进程 后续的通过LADY的方式去删除 所以采用新的方式之后 目录的删除和目录的重明 只涉及到修改这个DR Table里头信息 对于性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 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以Hive删除表这样一个操作 来做测试 那在系统中启动了回收站之后 Hive的一个表删除 主要是涉及到了一个rename的操作 我们比较了三种情况 HDFS 欧录使用FSO的这个bucket 和欧录使用OBS的bucket 那我们可以看到 相对于OBS FSO的性能 是有了一个数量级的提升 非常明显的提升 那HDFS还是最快的 因为它是一个纯内存操作 但是FSO相比于HDFS 性能已经比较接近了 但是由于它还涉及到一些RoxDB的 一些磁盘操作 所以稍微 目前还是稍微要慢一些 所以综合起来看 FSO对于这个功能 对于目录的 目录操作的这个性能提升 是非常明显的 Balance的均衡器 通常情况下 数据在欧录集群的各个节点上的 存储以及分布是比较均衡的 那当数据 当集群运行了一段时间 数据逐渐积累之后 用户可能希望通过加入新的节点 来扩充集群 或者是在短时间内 有大量的数据身处之后 这时候用户可能就会发现 就是集群里数据的分布和存储 变得不那么均衡了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 Oson Balance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Balance的目的 就是把整个集群的存储 从不均衡的状态 变回均衡的一个状态 这样可以比较充分的 利用整个集群的一个资源 避免某些节点的访问 特别频繁 造成热点和瓶颈 而某些节点又没有访问 造成一个资源的浪费 那由于Balance的工作 需要启动 它需要消耗一些系统资源 所以默认情况下 Balancer是不启动的 那我们现在目前在Oton中间 是把Balancer实现成了 原数据节点 Storage Container Manager的 一个子功能 当需要启动Balancer功能的时候 用户通过CLI 发送命令给SCM 然后让SCM启动Balancer的功能 之后SCM是会全程负责执行 以及监督整个Balancer 一个执行的一个状况 那在Oton中间 Container是数据 副本的一个最小单位 所以在Balancer中间 Container也是数据 迁移的一个最小单位 并且只有Close状态的 Container会被迁移 除了启动服务之外 用户也可以通过CLI命令 来停止Balancer服务 并且通过CLI命令 来更改Balancer的一些参数设置 其中包括就是 针对于这个平均使用率的 允许的一个偏差的 随后的一个设置 以及Balancer的服务运行期间 允许连续迭代运行的一个次数 以及每次迭代允许最多的一个数据 千亿量 那后续我们也将加入更多的一个配置项 以使得能够更精细化的控制 Balancer的各种行为 纠缠码 纠缠码在存储系统中用的很普遍 纠缠码以计算为代价 在不降低数据可靠性的同时 减少数据的存储量 从而降低数据的存储成本 在一个分布式存储系统中 数据的存放有多种策略 那右表就列举了一些 常见的一个策略 那每种策略对应了不同的数据可靠性 以存储效率 数据可靠性越高 代表了这个数据的越安全 那数据存储效率越高 代表了这个数据的存储成本越低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张这些常见的存储策略中间 EC的RS10加4 在这两个指标中间都是最突出的 而且明显要高于 常用的三副本这样一个 常用的三副本策略 对 当然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它的代价 其一就是说需要计算 第二呢 就是当有数据 数据丢失需要恢复的时候 EC的这个数据恢复的代价 要比三副本高很多 波动目前支持三种内建的EC策略 分别是RS3加2 RS6加3 以及XOR2加1 波动实现的EC 目前实现的EC是条代化EC 那条代的大小就是 就是有这个策略的最后一个参数 1024K来控制的 1024K表示这个条代的大小是一兆 除了这些内建的支持的策略之外 用户呢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定制新的一个策略 那在策略设置的方面呢 欧伦支持全部三个级别的设置 首先你可以设置一个 全局默认的EC策略 然后在每个桶的级别 你也可以设置一个 统级别的EC策略 而如果这个还不够的话 那在对象或者文件创建的时候 也可以指定对象文件 这个特别的EC策略 那犀利座的策略 会优先于粗略的策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EC的数据是怎么写入的 首先我们要解释几个概念 一个是EC container group EC container group是指 一个EC container的所有的副本 组成了一个EC container group 那在图中我们有两个EC container group 第二个概念是物理块 物理块比较好理解 也就是说在数据节点的磁盘上 的一个数据块 那物理块的默认大小 现在是256兆 在图中图的这个示例中 每个数据节点上 都有两个物理块 第三个概念是EC逻辑块 EC逻辑块是指数数数文件中 组成一个EC条带块的数据块集合 那在图中的这个示例文件中 它有三个EC逻辑块 那EC策略的最后一个 这个条带的大小控制的 就是这个客户端的 客户端的这个buffer的大小 那如果是1024K的话 就说明客户端的每个这个buffer是一兆 那在数据写入过程中间 数据先写入客户端的buffer 那当数据写 数据 一个条带的数据写满之后 客户端会启动EC计算 计算出对应的教员数据 然后将教员数据 连同用户的真实数据 一起发给对应的数据节点 做一个存储 这一列信息刚才已经提到了 数据的读取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数据很完整 没有丢失 那这种情况呢 客户端就按照文件的这个信息 找到对应的数据节点 然后读出数据 返回给上层应用 另外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读取的数据 存在部分丢失的情况 那当客户端发现 他有一些数据块读不到的时候 他会启动这个数据的 在线修复过程 数据的在线修复 会读取这个条带 对应的教员信息 然后加上读出了 其他数据信息 进行一个 纠缠码的一个计算 然后恢复出 丢失的这个数据块 最终将所有的数据 返回给上层的应用 那数据的在线修复 是一个额外的 对于是需要消耗时间的 所以它会影响到 用户读取数据的一个 食言 会影响到用户读取数据的 一个体验 那所以为了 就是改善用户读取数据的体验 欧弄还有一个数据的 离线修复过程 离线修复的过程 也就是欧弄会定期去 查看系统中所有 EC container的副本数 如果发现有副本数 丢失的情况 那及时就会启动任务 去进行EC的 那个数据修复 数据计算修复和回写 这样当下次客户 上层应用来读取的时候 就能够取到修复好的数据 而不必再 不会再触发这个 数据的在线修复过程 从而这个改善了 用户读取数据的一个 一个体验 在数据节点端 我们也做了比较多的改进 那其中一个是在 实现了一个单盘 单RoxDB实例的 这样一个功能 那之前呢 每个container 它的原数据呢 其实都是保存在 它自己的RoxDB实例中 也就是说 每个container 对应一个RoxDB实例 那当我们在实际 生产过程应用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现在 存储系统为了降成本的考虑呢 存储节点都在 往大容量的方向发展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 系统每个数据节点 它都会有上万个container 或者上十万个container 以及它对应的这个RoxDB实例 那每个RoxDB实例 其实都是比较好资源的 所以这个数量的RoxDB 是没办法全部放在内存的 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缓存的机制 把一部分访问 平凡访问到的一些RoxDB 保留在内存中 那即使是这样 对于内存的开销也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用户访问到了 没有保存在内存的RoxDB 那我们就需要去把这个RoxDB 打开来读取 这样就是也会影响 数据一个读取的一个性能 其次呢 就是RoxDB对它在词盘上的一些 关键文件 比如说WAL 它会有一个词盘空间域分配的一个优化 那数量中的RoxDB 叠加在一起 就导致这个每个词盘的实际使用量 就很难做一个准确的预估 这样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然后就是RoxDB的Open和Close 平反的OpenClose 其实不是这个 他们官方的一个推荐的用法 这个比较容易触发一些潜在的问题 然后影响整个数据节点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在综合考虑了之后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 用单个RoxDB实例 来存储所有单个盘上 所有的Candient的原数据信息 那这么做之后的 之后的好处也比较明显 其一是系统 系统中只会有十几个 或者几十个RoxDB的实例了 那这个数量完全就是可以缓存在内存了 也就不再需要平凡的Open和Close 而且磁盘的一个使用量也更容易来估量 那进一步呢 它对于这个Candient的一些原数据操作的性能也有了提升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测试了V2老版本以及V3新版本 这两个 然后测试了五种Candient的常见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Candient的Delete这个操作之外 所有其他的四个操作 新版本都比老版本在性能上有数量级的一个提升 数量级的一个提升 那但是Candient的那个删除性能 是新的版本是下降了 这是因为在老的版本中间 我们在删除Candient的时候 因为它的RoxDB是每个Candient的自带的 我们直接删除了RoxDB的在磁盘上的那个目录 但是在新的版本中间 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是需要把这个Candient的所有原数据 在这个盘的RoxDB中删除掉 所以它是一个 所以它的性能有一个下降 但是由于Candient的删除 它并不在数据读写的IO路径上面 所以这个性能的一个变化 用户并不会感知到 就是不会影响这个IO读写的一个性能 同时我们还测试不同Candient的数量 的一个情况 一个是8000个Candient的 一个是10万个Candient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单版Candient的数量的一个增多 老版本的 老版本的各个操作的性能 其实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的 这个时间变长了 但是新版本V3 基本上在Candient的数量增多之后 这些操作的性能也是持平的 在介绍完Apache Odom的最新进展之后 接下来我将分享一些Apache Odom的一个实践 实践一是充分利用到了 Odom同时支持对象接口 以及文件接口的一个特性 那用户的数据是通过对象的接口 通过S3 Gateway写入到Odom集群 然后通过文件接口 通过这个大数据的应用来分析和挖掘数据里头的价值 那在数据的这个输入端 由于用户只用到了这个标准的Linux的一些命令 或者标准的S3 SDK 并不需要跟Odom的客户端做一个集成 所以这个数据的导入集成是非常易用易扩展的 第二个实践 第二个实践充分利用到了这个Odom的能够比较存储较多的原数据 以及对于小文件的支持 更友好的这样一个特性 一种情况就是用户的数据呢 先写入HDFS集群 那一段时间之后呢 将小文件占比例比较高的这些目标呢 迁移到Odom集群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用户数据在写入的时候 就能够确定这些都是大量的小文件的话 那它就直接会写入到Odom集群里头来 OK 那这就是两个实践的分享 那希望这个可以给到 希望想要尝试使用Odom的朋友 一点小小的启发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